这个男人当牛坐马16年 老婆偷偷出轨 离婚后境遇外获得神豪系统 拥有神豪系统能力的我 来到了远在外地的女儿学校准备探望一下女儿 远远看到她的同学开着一辆分马来到学校 而女儿只能骑着她的自行车上学 悠悠 还骑着这泼自行车呢 女儿却低头一句话不说 我看到上去站到女儿面前 爸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此刻的我深知这么多年亏钱女儿太多 百感交集 闭上你的嘴 开个泼车 装上臂了 破车 你有吗 你知道我这个车多少钱吗 五十万 能买你几百辆自行车 听到这里 女儿低下了头 走 我带你去买车 啊 真的假的 真的 爸爸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转眼我们来到宝舍姐汽车店 店员看到我们 没有理会 眼里透露着看不起的模样 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你要干什么 我们这里没有自行车买 我要买车 买这款811 什么 你开玩笑吧 这款811要三百多万 你买得起吗 经理文生来到了大厅 吵什么 没看见我再忙忙 经理打量了一下我 你有什么事 我买车 随即我掏出了卡 这款811 刷卡 经理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好的先生 伴随着刷卡成功的提示音 店员吓得瘫软在地上 真乃 神豪雅 随后我又带着女儿来到了万柳书院 爸 这是哪啊 我们来着干什么 给你买房 什么 爸你哪来这么多钱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宿舍的那几个室友都不太好相处 正好搬出来 眼不见为尽 先生 你来了 我们这间房在地都算得上 数一数二的好房子 售价为3800万 一口价3500万 全款 赵老板 如果不是最近生意不好做 我也不会卖房子 3800万真的不算贵 3500万肯定不行 你直接给我砍了300万 太狠了吧 3500万 卖不卖 可以就刷卡 不行我们就走 你刚才说可以付全款 对 签完合同马上就付 卖家一脸不情愿 好吧 车位就当送你了 听到3500万 女儿然然惊呆了 难道我是个隐藏的富二代 新手任务结束 任务结算中 突然起来的系统提示 我愣了 得到系统以后 除了发放新手基金 就没了声响 居然第一次有了反应 新手任务结束了 可是新手任务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系统 系统 我喊了两声 没有什么反应 爸 你说什么呢 没事 没事 走吧 随后我带女儿 回到我的定的酒店 爸 你住这 对呀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感觉挺巧的 听说我宿舍的薛小兴 要带我参加 那个冯部长的生日 挺巧的 他们定生日的地方 就在这家酒店 我有些意外 是吗 这么巧 嗯 不过没事 反正我也不准备参加的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 他们这个圈子 大家都挺势利的 没意思 参加 为什么不参加 该强势就强势些 凭你的条件 绝对不比他们差 为什么要怕他们 大大方方的去 那 好吧 爸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只有给我买车 又买房子的 都把我整晕了 你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老爸吗 该不会被哪个 大富豪附身了吧 你这丫头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爸还能有假不成 怎么 你爸就不能 变成有钱人了吗 看到你爸有钱 你不高兴吗 当然高兴 只是觉得太不真实了 爸 你不会彩票 中大奖了吧 什么中大奖 光想着不劳而获的好事 一两句话和你说不清楚 你就记住一点 你爸的钱来得合理合法 给你你就放心大胆的话 我直接拿出手机 给然然转去了一百万 这是给你的零花钱 喜欢什么就去买 但也不用和别人乱攀比 上大学期间 还是要好好读书 知道吗 爸 你居然直接 给我转了一百万 简直太好了 爸爸以后 每个月给你转一百万 当零花钱 不够给我们 新手任务结算完毕 完成度合格 任务奖励发放 帝都利斯卡尔顿酒店产权一处